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米娜,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和注册会计室 那么今天呢,米娜要继续给大家介绍 在加州适合我们华人居住的城市 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城市为哈岗,罗兰岗,钻石吧,还有核桃市 那么哈岗和罗兰岗是全美华人最聚集的 蒙特利公园市地区向东区发展的延伸 曾经一度的被称为小台北 当地的华人数量占50%以上 华人生活便捷度很高 因为附近有168超市,99大华等许多华人超市和饭店 各类的生活服务设施都非常兴权 当地的房地产价位属于中等偏上 以独立屋居多 一般比较便宜的独立屋与高速公路和大马路都较近 价格呢,在55万到70万美金上下 比较好的独立住宅包括有门卫的社区 大多数在半山坡上 倾价呢,在85万美金以上 它当地有美美最大的华人佛教寺庙 西来寺和东区的Ponty Hills Mall购物中心 罗兰港呢,则以各种华人设施齐全的生活广场 还有大型的华人超市 众多的华人餐馆而出名 这两个城市的学区都不错 高中评分呢,都在8分左右 这两个城市非常适合新移民 比较更加容易,让人融入当地 生活呢,也非常方便 所以呢,非常受我们华人喜爱 接下来呢,讲一下钻石巴和核桃市 那么钻石巴位于罗兰港东 与罗兰港地区便捷的生活设施相当近 但是呢,又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没有那么样的喧嚣 环境呢,也比较优雅 钻石巴的华人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 钻石巴被分为好几个不同的区域 最大的两个区域划分就是学区的不同 钻石巴的房价也因为学区的划分不同而差异很大 与核桃市共享的核桃联牌学区 因为学区非常优异 学校都是十分,房价普遍较高 一般的联牌别墅呢,将近50万美金 独立屋呢,要从70万起价 而与Pomona共享的Pomona联合学区呢 则房价相对较低 房屋呢,比较密集 房型呢,比较小 独立屋价格在50万美金左右 所以学区房在钻石巴的地位上显无敌 另外呢,钻石巴有一个在南加州地区 能与比华丽山庄和善马利诺市 相媲美的庄园社区的Country 这个萌园社区呢,在南加州有一定的地位 最普通的房子起价在100到200万左右 里面呢,还有若干的空地 可以自行建造豪宅 庄园里面呢,风景文化,山坡绵延 环境非常优美 学区优异,近年来呢 也成为新移民的青睐之地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 河桃市 那么河桃市呢,曾经几度被评为 全美最适宜居住的小城市 整个城市的风格非常优美 路边呢,基本都是绿树参天 但是最出名的还是它的学区 非常优异 几乎呢,每所学校都是十分的评价 对于注重子女教育的华人父母来说 是首选之地哦 所以它的华人比例在当地占到了60%以上 河桃市一般的独立屋房价 从60外起,山上还有部分百万豪宅 环境绝对优美,也是紧挨着罗兰港的便捷 却没有那份喧嚣 河桃市呢,还有东区比较优秀的一所社区大学 Mont St. Antonio College 为许多学生提供了进入名牌大学的跳板 所以,无论是买在社区大学附近 作为学生出租房 还是为小孩提供良好教育 河桃市呢,都是不错的选择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那么在以后的视频呢 Mina会出更多给大家介绍 美国加州居住城市的视频 希望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 评论,订阅,订阅,订阅加留言呢 好,我是Mina 我是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和注册快捷区 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啦,拜拜